如此的暧昧一直持续 对呀 如果这些暧昧一直持续 当然这些基层会有一些混淆 可是我想姚仁多的今天出现 姚仁多当然没有人怀疑他代表党中央 因为我想他在所有的选举中间 大概都是小英很重要的幕僚 所以他出手来帮姚文智 应该已经清除了大部分的疑虑 也就是小英要力挺姚文智 而且应该有所具体的作为 除了姚仁多以外 应该其他方面的不论粮草 不论有关人力方面的这个支援 应该都会从姚仁多开始 慢慢慢慢地会支援到姚文智身上 重点是现在民进党的基层 还是有相当部分的分裂 这一点恐怕不能够太浪漫地去观察 这是一个政治的现实 也就是姚文智如何的需要论述 说他是代表民进党 要换回全部原来基层民众的支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姚文智自己本身肩负了这么一个任务 这一点跟党中央其实只有间接的关联 党中央可以更多的权力来挹注姚文智 可是怎么样让他自己来揽回那些还在支持 柯文哲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有一些基层 还在继续姚文智也支持柯文哲 这部分必须要挽回来 这个你就必须要透过跟柯P的一个区隔 也就是你当选市长 跟柯文哲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大巨蛋 柯文哲是跟远雄密会 他跟远雄密室协商 让远雄偷偷地盖完 然后你上台会如何 然后丁守中也是如此 他上台以后立刻让远雄来完工 然后你有什么不同的作为 你的作为如果是立刻解约 就恢复到说一个是跟非 我们不能让劣质的工程 有安全顾虑的工程 或者有危险的大巨蛋 让他完工 这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有非多多的事物 你都必须要去面对 去挽回自己的支持者的心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前两天这两天发生的 这所谓的党纪问题 我很同意雅仁多 在他的建议里面第三点提到的 就像我昨天也特别提到的 说不要去多想党纪的问题 党纪的问题是党的问题 不是你候选人的事情 党纪的问题是党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条界线 这个让继承不能有混淆 可是候选人是与人为善 候选人连国民党的里长都要去争取 更何况你那个民进党的里长 就算他现在贴了柯文哲 你都要想办法挽回有一天 他来支持你站你的台 更何况这个议员 那他有些有有些部分的发言 这些都不是你候选人 你巴不得这些人都能够支持你 更何况二三十位二二十多位 台北市议员没有都站在你边上 你没有什么好心虚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姚恩智他必须第一 不要受到网路的风言风语的左右 因此不管抱猫啊 不管那些小事情 他就被带着走 他要有自己的步调 其实我在这里说一句话 柯文哲选举很有他的步调 对 他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观察到 他该出手 该看李登辉 他就看李登辉 他该到谈谈到谈谈 他一步一步的 他该上网路发影片 他就发影片 他选举是每个礼拜 他都有他自己的步骤 那姚恩智是不是也应该 从现在开始 他很清楚的 把自己的竞选步调显露出来 那我也认为说 高嘉宇事件 这次也不见得全然是坏事 虽然是一位年轻的发言人 在一位主持人的逼迫下 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却也让姚恩智 在这场选战中开始露脸 在网路声量上开始增加 也未尝不是一件 这个因祸得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就从现在开始 姚恩智有些作为可能也会多多少少被看见 所以这一点姚恩智要把握了 是 突然之间网路声量爆增了 高嘉宇事件究竟是助姚恩智还是害姚恩智呢 我特别提到这是这个人渣文本 在昨天晚上非常热在FB跟许多人的互动 那互动的过程当中 是反映基层焦虑的一个心情 黄国昌 周伟航开出这个话题里头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首都大选 黄国昌说周伟航 周兄客气了 倡议正确理念大家一起来 没有谁偷谁的问题 然后包括高嘉宇在线上里头 身为台大学生会的会长 身为台大的一个校友高嘉宇说 学长在想心梗 不管是周伟航 黄国昌 出生于跟台大有极大的渊源的过程中 高嘉宇特别提到说 100种帮姚恩智胜选的方法 我只想了一种 还有99种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共同在集思广义 都冲下非常高的一个网络流量 可是我们也看到 就在这个新闻的一个高流量的一个同时 我想请教是这个俊逸大哥 第一个高流量当中 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 可是如果从切蛋糕的一个角度去看 你把邱碧珠 邱碧珠在这个南港 南港区的西新里里长邱碧珠 他要我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关心他 因为他说他的理 1700多个选民 他觉得他是放不下这些选民的 姚恩智选举恐怕不能像切蛋糕一样 当你切割了邱碧珠 你背后的支持 1700多名的选民就切走了 如果未来高嘉宇是4万票的话 你不能把高嘉宇的4万多票的选民也切走了 切蛋糕一块一块都选走 胜者是王道 当选是王道 你当然要把所有的人都扣进来 可是在团结的一个过程当中 必须注意到这些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他特别提到2008年曾经护卫着陈信宇上班 这个是谁 就是这一个被现在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撤销 党提名的邱碧珠 他说他一时看到陈信宇生三个小孩 被媒体这样的包围 他只是觉得不好吧 三个小孩一个妈妈这么辛苦 然后基于他觉得贬罪台湾代台北市长 跟2000年当选总统8年的总统任内 对台湾推动老人年金从3000到6000 帮助了很多老人家 不必把年轻人来存钱 在台北市政府也创下许许多多像是安全帽等等的一些措施 一说他挺这个人 爱国家 替国家做事 所以阿彭在土城看守所呢 在跟江志明送的过程当中 他负责呢 住房 听他说住一档的时间 好 现在陈正德台北市党部主委 因为发现了你的言论跟各方面公开支持了 而且呢 决定沟通之后没有意义通过了 没意义通过就是撤销他的提名 所以现在一个情势里头 来 俊逸大哥怎么看 恐怕姚文芝是面临到首都民进党 有史以来最艰苦的一场选战 可是怎么摆脱这个选战 如果山亮同步 串生同始 可不可以就此也有逆转上的契机 来 俊逸大哥 身为姚文芝的高中的同学 我想时来运演 姚文芝今天可以代表民进党的参选台北市长 这是一个多么关键性的一意 多么关键性的候选人 姚文芝是我高中同班同学 所以我们最近张岸都帮他急 那我认为危机就是转机 姚文芝从今天开始 他必须证明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的决心 他真的要拼了 然后拼得很认真 拼得非常从头到尾 非常认真地在处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姚文芝 我甚至在立法院跟姚文芝 我们是一起进去的 在同一个委员会 姚文芝的专长在哪里 在政策 特别是都根 我们的所有都根住宅法 其实都是姚文芝非常仔细地慢慢去研究出来 然后这个部分他应该特别在台北市首三之区 他应该把这个充分发挥出来 要让大家知道说他的理念在哪里 所以我的想法跟姚文芝一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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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三个月前跟姚文芝讲的 我说你不要跟柯碧一打水果 你就一天到晚讲你的政策就好 第三个我想姚文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才姚老师跟美美都有提到 其实是价值 既然是民进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就要证实一件事情 政治不是只有政治语言或政治技巧而已 政治更重要的是 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那民进党的价值是什么 清廉勤政爱乡土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包括新闻自由 这是民进党长久以来坚持的价值 这个东西我绝对捍卫到底 我当市长以后 不可能用台北市府的力量 去压制所谓的新闻自由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民主政治这是台湾最大的价值 那民主政治是什么 定期改选 那如果有人说这个不用改选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表示他不认同这样的价值 那这个东西就是姚文芝必须在这里 充分讲出来 他跟柯P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 我认为不是政策而已 不是谈政策的不谈政策而已 而是最重要是价值的差别 因为姚文芝出身民进党 我们长期以来 这些支持民进党的没有任何条件 他就是支持你 为什么支持你民进党 为什么支持你民进党候选的 只有一个原因 你的价值跟他的价值认同是一样的 那现在当然姚老师刚刚也在谈过 基层确实有这个怀疑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所以姚文芝必须在他的选举过程中 告诉大家 民进党的价值就是跟柯P不一样 民进党的价值就是继续坚持在那里 这个非常重要 要把它表达出来 那价值在哪里 价值就是民主自由 所以这个部分 姚文芝必须在未来的过程 剩100天而已 那努力的把这个呈现出来 那当然我们大家现在很急 那现在其实党中央也尽力在帮姚文芝 我们现在已经下去了 除了昨天的姚人多以外 一直在那里是苏志芬委员 这个非常有经验 当过县长的 还有吴思瑶 还有其他一个一个下去 开始来帮他 那我们希望姚文芝 昨天的事情 全部都到昨天结束 算重新一个盘整 然后重新再出发 我对姚文芝的认知 我对姚文芝的认识 我们认识40年了 我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他的爆发力 所以从现在开始展现决心 谈你最擅长的政策 然后更重要的是 展现民进党的价值 跟柯P就是不一样 民进党的支持者 同时看到这两个人在讲 一个是在批评柯文者 一个是在称赞柯文者 请问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要听谁的呢 他要何信何从呢 他真的会臭乱掉了吗 到底是要相信美美呢 还是相信高嘉瑜吧 那今天民进党的党中央 包括蔡英文有没有放水 我可以讲是百分之百放水 罗委员怎么样看 高嘉瑜现在的心境 因为今天在周一扣访问 姚文志的过程当中 本来想说扣二给高嘉瑜 那姚文志就说 不用我下节目会打电话给他 那他也说 选书当然就离开政坛 这个几乎豁出去了 那这样一个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高嘉瑜他出访时说 他自己 他说他自己没有接到 姚文志的电话 他同时说 如果姚文志想要见面的话 其实党团都有固定 开会的时间 随时都可以来参加 来你怎么样看 高嘉瑜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所呈现的 因为他似乎也非常无奈 他说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挨刀的 他愿意全力来辅选姚文志 不希望看到他真的离开政坛 来这个罗委员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其实最错乱的是谁 是民进党最基层的那些党员 或民进党的支持者 譬如说今天我们每每在这边 他一直在批判说 柯文哲的政策执行力不够 很多政策都错误 甚至说柯文哲说访成性 还有他的所谓公开透明 都是骗人的 包括他也干预了媒体的自由 甚至于自己在国安会的演讲稿 到底是有没有真的拿给国安会 说访 他一下子在批评柯文哲的同时 也许在另外一台 那个高嘉宇在捍卫着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没有 柯文哲执行力很好 柯文哲是非常的情政爱民 柯文哲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支持的市长 那请问你 民进党的支持者 同时看到这两个人在讲 一个是在批评柯文哲 一个是在称赞柯文哲 请问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要听谁的呢 错乱 他要何弃何从 他真的会错乱掉了 到底是要相信美美呢 还是相信高嘉宇 那今天民进党的党中央 包括蔡英文 有没有放水 我可以讲 是百分之百放水 你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 你在上一次的市长选举 民进党投入柯文哲的资源 包括前例怎么样的去 呼吸柯文哲 你这一次有没有 你今天假如说 好 你现在你今天 你把你的文档 才去那个 要来帮姚文哲 可是今天的姚文哲 在节目里面 那个主持人跟他讲说 试音他是不是 你们那个小英总统 派那个姚伦多来帮忙你呢 可是姚文哲怎么回答 姚文哲假如他有感受到 中央的一个关爱 或是他有感受到说 那个蔡英文主席 已经要派人 全力支持他的时候 他马上会说 有 有 主席派了 姚文哲要来帮我 可是你看姚文哲怎么回答 他说没有啦 姚文哲是我的好朋友 他有没有讲出来呢 根本没有嘛 那还有 你今天本来那个姚文哲的政策 是说他应该要来打柯文哲 他整个选战应该是 是对柯文哲进攻嘛 因为你坦白讲嘛 你本来你在野的人 你要夺位的话 是一定是要攻那个执政的嘛 那柯文哲确实有很多的缺失嘛 包括他密会远雄 他密会谁是很多嘛 可是中央既然支持 现在争议最多的候选 现在支持度最高啊 可是中央都指示他什么 你们应该去打 他叫姚文哲说 他要去打丁守宗 可是你有没有 中央有没有提供什么丁守宗怎么打嘛 因为丁守宗没什么东西好打嘛 他一路走来就是这样 规规矩矩 平平顺顺 没有什么缺点 立法院第一名的立委 最初他是在野党 他不是现任者了 那他也不是现任者 他也没有什么执政的缺失给批评嘛 所以你怎么会叫他说 你中央为什么会叫姚文哲说 你那个要打的话 你应该要打丁守宗 不要去打柯文哲 你是在护卫着柯文哲什么 包括你看看 那个他的总干事 那个洪耀胡 洪耀胡是最挺柯文哲的人 包括我们那个 昨天的节目也谈了嘛 那个谁 那个上一夫不是讲了吗 在要提名 就是民进党的基层 已经是对于 那个柯文哲已经能无可能 因为柯文哲已经 他的整个思想 跟他的理念 都跟民进党党格 都不符的时候 基层都说一定要自推人 那当他要自推人的时候 你小英楚 你心里在想什么 还告诉说 还能不能缓一缓 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再半个月 甚至于你 那个洪耀胡 还带着四个人 还要去跟柯文哲沟通 表示说 那个表示说党中央的内心深处里面 是情不甘心不厌的 来不理让给柯文哲 而提名你姚文哲嘛 你姚文哲 不许可兴 不定期都會去拜訪這些政壇前輩 不管是李總統 阿扁 甚至王金平 宋主席都會 甚至林毅雄 不定期都會去看 因為我是素人從政 你知道 對過去的政治沒有連結 所以我如果有時間的話都會拜訪這些政壇的前輩 那昨天剛好是李總統有時間 所以就老包安排的就去見一下李總統 那他 當然是他有告訴我說 欸那個 你現在就專心試證 該講的講 不該講的不要講 那老包在旁邊還有搭桥說 對對對 你以後不要再講 兩岸一家親 你今天你幹洪耀胡嘛 選舉最重要的靈魂人物是什麼 是總幹事啊 你今天姚文治這麼低迷 你有幫姚文治提出什麼政策出來嗎 你有幫姚文治說 我是辦什麼活動或什麼東西 你來拉台姚文治的政事嘛 你沒有 你竟然跑去幹嘛 說他在幫馬英九補掛 馬英九補掛跟你屁事啊 對不對 洪耀胡去幫馬英九補掛 幫馬英九補掛 所以我說他去幫 好好 對不對 你去講這幹嘛 你管太多了 你最好現在洪耀胡管好你的姚文治嘛 所以從很種種的跡象看起來 民進黨有請錢力在幫姚文治嗎 沒有看到嘛 那麼根本就是我剛提到最重要的 你做比較就好 你民進黨當初你怎麼挺柯文治 你拋下去的人力 拋下去的物力 跟你現在 你給姚文治的資源是什麼 天差地遠嘛 當時民進黨是請前黨的力量 全部進攻 進駐在柯文治的總部 來幫他胡選嘛 那再來 你明明知道 在提名姚文治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有談到說 有所謂的友科的那個 那個市議員嘛 包括那時候 姚文治要去拜訪的時候 或在姚文治 在那個很多場合的時候 那些友科的 那個議員都跑掉了嘛 那當時你黨中央做 應該下一個很大的命令 說現在我黨 就是提名那個姚文治 那你們這些人 你不管你跟柯文治的關係多好 不管柯文治給你多少好處 或者說 你是多麼的崇拜柯文治 你是柯粉 從今天開始 你不能夠在任何公開場合 我既然在講 公開場合 不是只有造勢活動 造勢活動重不重要 造勢活動頂多嘛 你很會造勢 給你一萬人 兩萬人 已經很成功的造勢活動了嘛 你聽到人就是來參加活動那些人 可是你在媒體耶 媒體是一個比那個造勢活動 還要公開公開公開的場合耶 你多少人在看這個節目啊 也許是幾十萬幾百萬都有可能啊 你那個影響力多大啊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下令就說 現在我們的提名人就是姚文治 你們要開始去怎樣 去幫姚文治 去講姚文治的好話 而不是長大人的威風 面自己的志氣嘛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高嘉儀跟王威中 他有批評過柯文治嗎 沒有 他有沒有那個一直講柯文治的好話 有 所以那天美美才會換白臉嘛 對不對 你在整場裡面 你沒有對你黨的提名人 來講他任何的好話 來幫他助選 反而的你是在怎樣 你是在等於是 在跟你的黨的那個 同黨的那個 同台的那個同志 在那邊對幹嘛 一個在講柯文治的好話 一個在批評柯文治 那你對於這樣的人 那你黨有沒有制止嘛 你弘耀虎有沒有把這些人找來 來 九月一號 在登記截止之後 全面的大盤點來得及嗎 來 俊宇大哥 我想剛才羅委員所講的 顯然他不瞭解民進黨 我勸你羅委員還是關心一下 楊一環跟關心一下林維州 這兩個退黨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這個姚仁多跟洪耀虎 現在全力在幫 開始在幫這個姚文治 那洪耀虎是黨內最負責組織的 大家都清楚 姚仁多是負責文宣的 小英最重要的文宣跟組織的大將 都下去了 那不然還要小英要放生嗎 所以這個已經很清楚 那最重要是什麼 剛才提到的盤點的問題 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每次政黨是這樣 不是針對姚文治這一次的事件 而是我們每次在登記完以後 因為這一次的登記 在8月27號開始登記 登記完以後 我們黨內會有一個盤點 就是有沒有違紀參選的 或是違紀他的情勢是怎麼樣 我們會做一個盤點 如果確實有違紀非常嚴重的 過去確實發生 就是我自己違紀 然後我也去登記 那這樣的情形我們就會做處理 那這個還要依照 所以還有20天的法律寬限期是不是 這個時候我去力挺都不算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講得非常清楚 只要民進黨有民進黨的規則 民進黨有民進黨的 向來的處理方法 就是說這個會在登記以後 才去做這個盤點 這個不是針對高家儀 不是針對王維忠來的 也不是跟姚文智事件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開始重新整隊 然後重新盤整 開始衝出來 第一個是姚文智要展現決心給大家看 第二個就是多談他專長的政策 第三個就是再次的強調 民進黨的價值在哪裡 這跟柯文哲 這跟丁守舟 一點都不一樣 是 來我請教的是姚老師 從剛剛如果過去的時空的背景裡頭 看得出來 民眾所指引 你的高層在搞政黨外遇 然後有曖昧 然後現在你的界線 似乎也沒有畫得非常清楚 反過來要求這些市議員 不夠忠贈 這一場兩軍在開戰的過程當中 這樣的一個要求說 不夠忠贈 甚至當你上下都搞曖昧的同時 就是基層的市議員 也不能夠搞曖昧 那反而要求說開閘的背後 要求退黨 甚至這個 開除黨籍 你覺得選民怎麼看這個事情 這個這樣子說得通嗎 OK嗎 這說不通的 高層應該清楚兩點 形式上 姚文志書 就是你高層的書 對 這是第一層在形式上的要件 所以 蔡英文 下軍令狀 應該是必要的 對 姚文志大書 小英就大書 這一點中央要非常清楚明白的 第二 實質的 姚文志大書 實質上 就像剛才諸位所提到的 柯文志更上一層樓的企圖心就更大 對於小英的威脅 那是實質的 形式上那個責任 我剛剛講的那個責任是脫不掉的 輸掉了以後那個政治責任恐怕很難 尤其現在我開框的畫面 正是他昨天去拜訪李登輝 那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老實講真相到底是什麼 當然我們是相信當事人所講的 可是《中國時報》做這麼大 我馬上開框給你看 老李跟柯文哲見面的畫面 一般你看《中國時報》就 柯文哲登門拜會 有人勸別再說兩岸一家親 離要柯選總統 批菜無能 下面這個標題 是柯正已經放出來的新聞 你說這一個 要柯選總統批菜無能 這個內文從頭到尾 李前總統沒有鼓勵柯文哲 他是說叫他專心市政 你把市政搞好就好 他內容也沒有他的標題 這是《中國時報》自己的標題 甚至不是柯文哲講的 這個新聞我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選舉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在選市長 可是柯文哲在選什麼 他在選總統 他在選總統 他已經在選總統 但是如果柯文哲當選之後選總統 市長是沒有過半咯 等於首都要重選咯 是不是 首都要重選咯 他首都要重選咯 所以柯文哲現在不敢講 他要選總統的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他如果講了要選總統 他市長白選了 他應該根本就棄選市長 直接去選總統 那可是這個標題就表示他柯陣營自己放出來的話 就是柯去一起拜訪李登輝總統的人 放出來說李登輝鼓勵 那當然李登輝到現在沒有否認 我也希望李登輝如果卻沒有講過這樣的話去批蔡無能 對 或者鼓勵他選總統 我應該要出來 應該要出來承信一下 被蔡英文傷害是很大 對 我不知道說這個王彥均辦公室主任 一般這樣的一個密會是很少有新聞稿 很少會這麼明確的 王彥均如果在當場也有與會 我相信他會在 對 那他就應該出來還原真實 李登輝是不是的確批判了蔡英文 說他無能 那因此希望柯文哲取而代之鼓勵他選總統 這是媒體報導的 那王彥均如果這個不是一個事實的話 要出來加以否認的 因為柯就是要透柯陣營 對 就是要透過這種氛圍來營造 有人鼓勵到他來選總統 而且是本土派的 就像朱立倫的淡水阿嬤一樣 就聽到有人鼓勵他選總統 他不是自己要選總統 他對外都講我現在什麼都沒想過 我在選市長 別人尤其李登輝都希望我選總統 這是阿公喔 不得了阿公喔 那兩軍開戰 柯文哲這不是逼的民進黨支持者 要對老李開戰嗎 那倒不會了 因為我看到許許多多李登輝忠實的 因為李登輝在本土裡面 的確他是一個很受尊重的大佬 那我今天也看了許多本土派的一些反應 都覺得李登輝是被利用的 被利用 被利用了 那李登輝因為年紀大 對 那作為一個市長去看他 他沒有道理不接待 是 那只是出來放出這樣子的話來 那是不是真實李登輝可能也不會 因為年紀大嘛 他也沒有顧全到那麼多細節 所以這一方面是否真實 我覺得至少在獨派的態度上來講 不會因為李登輝跟柯文哲照一張相 或者見著面 他們就挺柯文哲 而不挺姚文志 應該現在沒有這個現象 我們聽聽看柯文哲的當事人怎麼說 其實我講一下 我是說這個消息放出來 更能夠確定 那個柯文哲他就想選總統 為什麼 柯文哲他自己很清楚 一個政治人物 他受歡迎的程度 他會退色退很快 尤其是他假如在做四年的市長 他的政策 或者說他在市政方面 他經不起檢驗嗎 他經不起檢驗嘛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說再熬四年 他根本耐不住嘛 因為你今天你巴望 也許現在蔡英文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想法 而且一個理念是認為說 只要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 那就應該不會 2020不會來跟我選總統 是一個大錯誤你知道嗎 因為柯文哲是一定會選 他不可能再熬四年 所以這一點 因為四年後 只有蔡英文總統看不透 柯文哲的野心嗎 其實太多的政治人物了 包括姚文哲都說鐵口直斷 快點選總統 這也沒有什麼看得清看不清 我覺得 因為柯文哲 蔡英文還是認為柯文哲會這樣 有朝一日要選總統 或者如何也好 這是一個如果是一個事實 他有什麼好準備的 對 他現在還不是一樣的繼續浮選 蘇貞昌繼續浮選 姚文哲設法使這個局面 能夠穩定下來 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如此而已 我必須要講 對於這種事情他沒有辦法 民進黨內部一直有兩種思考 有一種就是我們認為 柯文哲2020年出來選 但是有另外一種聲音 也不斷的在講說 國民黨的朱立倫才是最大的對手 柯文哲不會出來選2020 但是最近柯文哲一連串的動作 證明了他的野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絕對不能把主動權 交代在不可捉摸的對手的手上 柯文哲要不要選2020或2024 是柯文哲的主動權 民進黨能夠做的是什麼 民進黨能夠做的是 年底這一戰選戰要打得很漂亮 提前削弱柯文哲 不是嗎 如果削柯文哲 在年底這一戰打得很髒的話 請問一下 他有本事選2020、2024嗎 如果你不好好打這個選戰 如果民進黨大敗的話 我請問你不是鼓勵柯文哲嗎 你怎麼可以把希望投射 把堵住投射在柯文哲 到底要選2020還是2024 這不是非常荒謬的戰略嗎 還有小心 我認為這個新聞 我認為這個新聞 一定是柯文哲放出來一個假新聞 因為李前總 李前總 李前總他講過 李前總講過 他叫柯文哲這個人 怪怪 頭腦怪怪的 以光挖來挖去 記得 那你現在看 李前總統會 要我們台灣的人民 去支持一個 要可選中 變來變去的 那是李前總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依照常理判斷 李前總統看到 柯文哲應該會問 應該會問說 聽說你要選總統 聽說你要選總統 但是 不太可能說 你出來選總統不錯 出英文實在無能 你覺得 李前總統可能這麼說嗎 來 我們盡可能還原 聽聽看當事人怎麼說 如果 這是假消息 是謊言的話 當事的神情 當然要仔仔細去聽 來看這個大現場 哪有講這種話 他不會這樣講 來 定米 根據長期的觀察 統俗黨在台灣 包括2013 當白狼被認為 備受領域回到台灣 現在 國安所啟動 相關單位的北約檢在查 到底查什麼 你所了解 白狼講的一些沒有邏輯的話 我就不論了 比方說 威脅台灣引起戰禍的 不是因為台灣誰主張什麼 如果我們台灣乖乖的 不照中國的 就完全照中國的想法 他不准我主張 我就不要主張 他不准我站著 我就不得可以坐著 我們就沒有戰爭了 這不是台灣 真正威脅台灣 是中國的武力跟霸道 所以他講的那段是廢話 這個案子是從 黃慧玲主任檢察官 在去年9月組成專案小組 那組成專案小組之後 結合了調查站 包含調查站在偵辦碗頂中 同一組的 這個海公處的 然後再加上 這個刑事警察局 整個很低調在調查這個案子 而在調查這個案子當中 也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王秉中案如果大家很有印象的話 王秉中案第一次搜索 大家覺得還不滿意 可沒想到 檢察官北景起訴的時候 不只是有王爺的牽絲啊 連那個Line的截圖 還有金流透過某某地下匯隊 怎麼出去的 那段都有 而且在那個匯隊的 那個地下金流的公司 算是另案在辦理 所以這整個一直辦到 六月底七月初的時候 事實上北檢就計畫 要把這些人收網了 後來突然間這個 張案就說跑到深圳 要去開白內帳 我一直覺得這是很詭異 因為在台灣開白內帳 又便宜又快還有健保 那他這次回來 我也看不出來他有開過的痕跡 就去開白內帳 躲過了兩次傳訊 那你知道 我們在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說 我要通知你們四個人來 我先抓三個 然後另外那個再來 那等於會洩漏我辦案的方向 變相在竄 所以就Hold著不動 等到他回國 然後回國呢 下午一點半傳他到庭 昨天就先發動 而發動搜索的四個地方 是三箱資料 幾個電腦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手機跟iPad 當場就不准動 扣起來 因為我們要掉LINE 掉臉書 只要是刑事犯罪是掉得到的 你要掉微博 微訊 老共是不理你的 所以只有在那個載台上面 有這些東西 所以把它扣下來 當場是控制他的 因為他都有票 那第一階段帶走了 除了他們的統處長的秘書長 唐秘書長以外 最特別的是 你看張安樂出來也講說 會計很勾引 那會計是他媳婦 會計被帶回去 所以整個案子看起來 就是往金流的方式在查 而這金流的方式 包含了他們在 深圳這個運動工 器材公司 掛的Logo 就像陳其邁委員講的 跟同事長一模一樣以外 那個公司的營業額 跟匯回來台灣的錢 相不相當 這是一個事情 同事長支出的金額 跟他募來的錢 相不相當 然後再加上李用王秉重案子的脈絡 在套這裡面 有一本書兩本書 還有錢怎麼進來的 那邊是有掌握住 我們來連線到美國紐約 給政論作家陳破空老師 台北地檢署在偵辦中華統一促進黨 被控告收受中資在台滋事 因為在7號等於是在星期二的時候 發動了搜索約談行動 就在昨天再度傳喚統促黨的總裁張安樂 包括他的兒子張維等多人 歷經四個小時停訓之後 檢方將張安樂父子限制出境出海 現在的最新發展 北檢似乎針對張安樂在花蓮大地震之後 發放一千萬元的紅包震災 包括張維的華夏大地旅行社 涉嫌違反公司法等等展開了追查 這個案子因為持續偵辦當中 就在昨天晚上的六點半 張安樂在結束應訓之後受訪說 檢方主要針對的是花蓮大地震之後 統促黨到花蓮震災進行追查 他說這個部分他是用自己的錢 他認為這是拋磚引玉 他也希望中國可以直接救濟災民 那張安樂強調 如果檢方要心思問罪 就針對他一個人 乾脆就將他起訴吧 來 我們持續連線給陳博文老師 昨天你幫我們解析 你認為一語雙關 就認為這個事情似乎背後 也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考量 來 這樣的一個發展 博文老師怎麼看呢 在我們旁人看來 台灣早就應該對像白狼 張安樂還有所謂的統促黨 採取措施 採取行動了 因為這個黨的行動非常的明顯 它基本上就是共產黨的先頭部隊 共產黨的先前隊 白狼他的語言和他的行為本身 非常符合共產黨的三個特徵 在中國大陸 中國人民對共產黨都有一個總結 不是謊言 暴力和腐敗 這是他的看家本領 我們看到白狼的一些表態 比如說談到兩岸緊張 他是邏輯顛倒 因果顛倒 不去說是中共的打壓造成了兩岸緊張 而說成是台灣人民正常的民主訴求 造成了兩岸緊張 好像是這個羊不該吃羊不該喝水 要是吃菜喝水的話 吃草喝水的話 會受到狼的威脅 羊倒成了一個原因 所以這是謊言很符合共產黨的特性 第二個是暴力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統促黨 參加一些公共產黨的活動的時候 往往會帶來流血衝突 暴力衝突 這恰恰是 流血就是紅色 恰恰是紅色暴力 紅色共產黨的一個象徵 另外就是腐敗 當這個白狼聲稱他在做生意 他在開公司 什麼他的公司在中國有賺錢的 這完全是謊言 我們根據常識都知道 他這個在台灣悠哉悠哉 不可能有那麼操心去做什麼生意 這些錢都來自於中國共產黨 所以這個共產黨輸送給他 一方面是可以說就是一個腐敗文化的象徵 另一方面是供他來這個亂台 擾台 禍台 甚至做這種情報機構 間諜情報機構 所以說他這個統促黨也可以說成是一個間諜機構 是一個特務機構 至於他所謂的震災 這都是做樣子 做給台灣的人看 表面上好像是震災 好像做什麼異局 但事實上是台灣人們的侮辱 如果他的錢來的不乾淨 來自於共產黨是想在從中擾亂台灣的話 相當於在台灣發國難財 在台灣災民的傷口上撒鹽 所以這樣的行動是完全不可容忍的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現在小英政府 對他採取行動 應該說是 雖然有點晚了 但是亡羊補牢也未未晚 而且對這樣的第五縱隊 這樣的共產黨的代理人在台灣採取行動 是一個殺雞鏡頭 是對其他的這種紅色色的一個警告 你知道這一場選舉裡頭 表面上很多地方撒卡都 但是我們覺得第五縱隊何其多 第一個 因為你跟我們連線特別提到 中國的這家運動器材公司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而所謂的第五縱隊在這一場選舉當中 撒卡都是表面 另外真的是有共產黨的勢力嗎 我先舉一個例子 像統促黨他的標籤是這個形態 那韜略運動公司他的標籤 跟統促黨是非常的雷同 那你從他的董事的一個成員裡面 也有一些成員是屬於這個張安樂的家屬 包括張詢跟張偉兩位 那其他當然還有一些中國或者是 這個港澳的相關的一個人士 所以你從他的韜略運動公司的一個登記裡面 那這一家公司它是屬於 不管是中資也好 或者是港資也好或者是其他 這都是屬於外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資金或者是公司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政治獻金法相關規定的時候 是說你假如是中資港資或外資 這個字絕對不能作為一個政治獻金籌目的一個來源 所以是違法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才在講說這件事情你從他的過去統促黨 他的政治獻金申報裡面 包括他黨產的一個申報裡面 他的收入240幾萬 跟他的活動內容顯不相當 換句話說他的資金的一個來源 顯有其他的一個來源 所以必須以前這些人把這些相關的資金 做一個很清楚的一個釐清 那第二呢 其實在國內很多的這種群眾運動 或者是政治的一些支撓案件裡面 都有統促黨的影子 他其實只是掛了一個羊頭 叫做所謂的統促黨 他骨子裡面的成員幾乎都是幫派分子 所以掛羊頭賣口 如果從事這種重大的社會 社會治安的支撓事件 不管是群眾運動 甚至有一些是暴力討債等等 你不能說因為他掛了一個統促黨 做了一個附身符 他從事了這些暴力行為 那我們就縱容 那這個當然會造成說不僅是資安事件 可能也會造成說我們台灣 整個民主政治的一個運作 我舉一個例子在2017年 當時大家記不記得黃之鋒 來台灣在機場被賭被打 沒錯 誰有通天本領 可以在機場知道說 這個黃之鋒要來呢 是誰有這個通天本領呢 還在飯店打 所以 你說還在飯店打 還在飯店的餐廳那邊打 我認為說 其實就統促黨的相關的 這些社會治安的一個支撓案件 你必須查清楚 他是不是背後 或者是他整個一個 包括資金也好 或者在整個人員等等 相關的這個資訊的一個流通 或者是 這一個是不是有存在 所謂那個叫說 或從屬的這個關係 你就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來處理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有沒有政治合作的行為 或者是說 你在組織犯罪裡面 你有沒有從事這種組織性 持續性的 暴力指導行為 要把它查清楚嘛 你否則 在現在這一次的六都選舉裡面 或者是未來的這些選舉裡面 這些統促黨的這種暴力的這個 因應還是存在嘛 那這個當然是對於 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運作裡面 或者是政黨政治的一個運作裡面 這是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危害嘛 所以我也希望說 治安機關 你就要硬起來嘛 你就要把它查清楚嘛 你看美國川普 跟這個希拉爾在選舉 講到說什麼資訊 只是利用資訊來源 對 就造成先南大波 然後造成整個總統大選裡面 大家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有存在不公平 那台灣呢 以前要回來投票 還有很多 這個中共當局的一些政策指導說 這個機票怎麼樣怎麼樣 跟著這些助選募款的這些行為 那這個對台灣人好像覺得說 這種是習以為常 好像也沒什麼 對 那我覺得這個坦白講 在這一次的這個 包括說已經涉及到說 危害我們台灣民主政治運作了一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本質的時候 那我覺得政府就要運起來 查清楚 這一次是去年這個立法院修法通過 去年底修法通過組織犯罪條例了以後呢 第一個適用的相關的這個偵辦 所以這個案子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過去台灣不是沒有黑道 台北市第一屆的這個參議員 那時候不叫議事議員 叫參議員的選舉呢 事實上就有幾個黑道大哥參選 可是以前不管是什麼 黑道大哥參選 也包括在一清專案過後的 這個等於說 六年以後的二清專案 那麼都是地方他們出來參選的名義代表了 以後都是個別的行為 即便當選了以後串聯 但是都是個別行為 但是這次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認識陳吉里 陳吉里在生前的時候呢 他曾經跟我們說過 他最憂心忡忡的一件事情 就是放心不下白狼張安樂 為什麼呢 他舉杜月聲的例子 就是要利用你的時候 把你捧上了天 給你當哨槍參議 當不要你的時候呢 他會對你怎麼開閘 不要忘記 那麼馬英九當選總統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掃黑啊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陳吉里對張安樂 太接近這個所謂的政治 他憂心忡忡 那麼好 張安樂現在他成立了這個 統一促進黨等等 剛剛講到那個韜略公司 在二十幾年前他在台北市開的公司 就叫韜略公司 三韜六略用腦筋的 用頭腦的 因為白狼一向就是用頭腦的 可是問題是他的兒子 那麼今天也在傳喚之餘啊 他說他當時在香港 所成立的韜略公司呢 當時為了要湊這個資金資本額 對不對 那麼事實上 事實上 那當時成立的資金還是跟人家借來 然後讓你一個資本額的 可問題是現在白狼不斷的告訴你一件事啊 那麼他們自己本身現在 所有的所謂的資資 都是他自己賺的 你要證實你的資金怎麼來的 從首都 從統促黨 從白狼 北檢的一個鎖定 共產黨積極是不是介入台灣的大選 持續鎖定新台灣家長 非常謝謝我們再會